出国观光您会选择在哪里 很多台湾人喜欢去东南亚 那在东南亚一个国家的辽国 不知道您去过没有 这个佛教国家非常的淳朴 而且保留了很多自然之美 其实他们政府的宣传口号就叫做 Simply Beautiful 也就是淳朴之美 这几年以来经营观光非常的成功 有一个数字说 过去十年辽国的观光客成长了将近20倍 而如今在辽国人民当中 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的工作 是跟观光或旅游有关 那这样来看 辽国人应该非常欢迎观光客 情况可并不尽然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辽国 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光小地方 其实它很出名叫做望阳 这个地方因为属于石灰岩的地形 它就跟桂林长得很像 在台湾一旅游客当中 有人就直接称呼它叫做小桂林 而这个地点有很多的人 到那边去涉足攀岩或冒险 久而久之就成了西方背包客 最喜欢去的地方 还有一个最流行的当地活动 就是大家泡在一个大型用轮胎的内胎做成的一个救生圈里面 浮在水面上顺流而下 非常的狭义 这只是白天的情况 到了晚上就不见得了 这些晚上的欢乐就开始变形了 包括了各种娱乐场所冒出来 还包括了据说有毒品甚至有性也掺杂其中 整个的小镇久而久之已经开始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而且出现了很多的悲剧 光去年一年这里因阴外事故或者一些不明原因 死掉的游客就超过了22个人 联国政府开始发觉这里面有点问题 尤其当地民众开始抱怨这些西方人所引进的很多事情 也是开启带来民众很严重的污染 以及生活上的干扰 当你的家里来了一群不受欢迎的客人 但这些客人是给你带来钱 你该怎么办呢 辽国政府终于开始处理这个问题 不管是荡秋千跳水 还是来个人肉云霄飞车 看的人血脉喷张 玩的人肆无忌惮 河岸边水上酒吧里 来自欧美的年轻人放纵畅饮 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 居然是出现在保守落后的辽国山林之中 从辽国首都永珍出发 达成巴士足足要四个多小时 才能抵达这个背包客口中的化怪极乐之地望洋 1990年代 西方背包客秘禄蓝旅 在东南亚开发出他们的玩乐思路 称作香蕉松饼路径 望洋就是其中一战 然而十多年来 背包客几乎纠战雀巢 当地政府决定使出杀手箭 工人悄悄打打 岸边娱乐设施酒吧全猜赶客人 昔日的热闹如今回归平静 每天有200人 直到300人在餐厅 而下场就是投破血流 受伤的不说 光去年就夺走至少22条性命 荷包赚宝宝的业者不但没投保 还要求游客签免责切结书 导致争议不断 而全身穿得清凉的青少年 就最后不断骚扰荣家 宣导标志要他们上街 不要穿比基尼泳裤泳衣 他们视而不见 谢谢 看一看 看一看 你觉得什么 我开始用T恤 OK 对 它很热 它在水中 不 我真是相信他们不错 不仅民风纯朴 杜姓佛家的居民受不了 造的事 这些阿多瓦放纵性行为严重教坏当地小孩 败坏民风的不仅于此 酒吧名目张胆贩毒 居然还有毒品的menu 幸福的饭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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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葩芝士 奇葩芝士 一杯 草莓 你喜欢吃的吗 我会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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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吸毒在辽国是重罪 警方却收红包摆烂 被抓到的人可以花钱消灾 因为老外众所劫持 警方有行情价 要放人一名六百美金起跳 在政府出手后 望洋街头明显变得冷心 商家门可罗雀 餐厅服务生认真的当起低头族 当地业者对于政府的大刀阔斧 让他们的生计一落千丈 全都散见其口 原本这个穷乡僻壤 因为南宋河河水湍急 流行启用轮胎的内胎来饭河 吸引背包客越举越多 民宿 餐厅随之而来 有了设备也如 雨后春水 老外看准东南亚物价便宜 在一些颇具特色的地点 打造廉价的快乐天堂 由于背包客 大多只有便宜的民宿可住 早餐又通常只有香蕉松饼可以吃 相较松饼路径名称 因此途径而走 来这里开店的澳洲老板 就赌当地政府扫荡的决心 拼关光难免会有负面成果 辽国的零和政策是好是坏 还有待国际继续看下去 领导中国未来十年的习近平时代 终于已经开启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时代的意义 以及当天宣布的时候一些小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